5頁的第一行 8 Enter 再來的話 再W 然後寬度 起點為5 Enter 終點為3 Enter 那最後呢 就完成 接下來就是要畫那個有沒有 那個尾巴形狀的那個部分 那那個部分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這裡喔 就必須要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本來是W對不對 寬對不對 現在把它改成弧 因為它的形狀 就不是直線的 而是變成弧 弧形的 所以這邊的話 要輸入A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就輸入A 輸入A 好 那A的話呢 它的這個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指定畫弧 所以這地方的話 他說在圖面適當的 這個地方就可以自己 可以去指定你的位置 可以去指定你的位置 反正這地方的話呢 他意思就是說 可以自己這樣子 可以任意的偏 那偏多少的話 再來就是說 越來越細 你的再來的話 就是說原來是3 寬度是3 所以再來你可以把W設為2 再來設為0 就可以 其實起點的寬度還是3 終點的話就是2 那就越來越細了 越來越細嘛 再來的話呢 就是W 變成2變成0就可以 7點還是2 終點是0 Enter 然後呢 你任意的去拖拉 比如說往這邊 然後最後就把它結束 結束的話 按Escape就可以了 就可以畫出像這樣的一個 火箭出來 那實際上這個地方 就是要讓各位了解 這個聚合線 可以畫出這個火箭的一個形狀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它的這個距離 這個地方好像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東西 少了一個這個 這個距離應該是差20左右 所以20的部分 到時候你們再把它補上去好了 好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